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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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出去買早餐的時候意外的發現 我們在旁邊開了這個 Dobro's 這個是香港一個很好吃的 賣豆乳跟披薩的店 我剛看到他的時候我腦子是這樣 BOOM What 居然開了Dobro's 我之前好像有看到他的預告說他們要來 但是一直都沒有說什麼時候 所以我 回一趟台灣就來了 之前有吃過他們家的披薩 所以我喜歡去試試看Dobro's 然後我點的是Costard 其實我本來只點了一顆啦 但我取餐的時候他們說給了我一個Extra One 然後就是It's on the house 所以 然後我剛走在路上回家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說 到底為什麼我會有一個Bonus 玩呢 是我今天講的太美麗了嗎 應該也不是太可能 因為我今天大素顏 然後還戴著一個眼鏡 要不然呢 就是可能其中一個是做壞了的 但這兩個看起來好像 也都很正常 第三個可能就真的是開幕優惠吧 他們說賣最好的應該是Nutella 可是因為我不太吃巧克力 所以我今天點的是Costard 有個想法 就是你會不會太大 像是有個想法 可以不及不算了 所以我會不會一切 我會不會拼了 當歌手 因為較大的看到 有人還會不騙 這就是極限制的 kissot ni mare cho baby ni go up dorado an taj sa go it 來戴我的con 我看不到有沒有對焦啊 con 大家都知道我前陣子眼睛受傷的事情吧 對就是 角膜的部分 最後我就配了這副眼鏡 然後基本上就沒有再戴過隱形眼鏡了 那我現在的原則就是 除非是工作需要或者是戴眼鏡真的很不方便的場合 我就會戴隱形眼鏡 那今天呢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場合 今天要幹嘛呢 我今天要去聽演唱會 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是一個什麼理由 演唱會就是要一個享受當下的過程 然後我就不是很想要 一直在弄我的眼鏡什麼的 好 It's been a while 我今天要去看什麼演唱會呢 我今天要去聽那個周星哲的演唱會 然後他是昨天演了一場 然後今天是第二場 然後昨天的嘉賓好像是鄧子晴 不知道今天嘉賓是誰 Let me do some 欸等我一下我忘記拿精華 等我一下 我本來都覺得搶票的人真的是有夠厲害的 尤其是 來香港之後我發現 基本上每一個演唱會的票你都需要搶 然後有時候會看到同事在辦公室搶票 然後我就會在想說 哇我的天啊 這是 dedication real fans 我覺得可能有兩個人的演唱會 是我願意去搶票或者是 去買黃牛票的 應該就是周深跟毛不易吧 我真的太喜歡他們兩個了 我這次為什麼會聽周星哲呢 其實我也不是周星哲的 die hard fans 會聽他的歌 但不是到那種就是 OMG 周星哲BB這樣子 然後這次又有兩個朋友要去看 然後剛好好像他們有個朋友 臨時去不了 所以我就說OK 我就頂下了那張票這樣子 oh by the way 所以我最近呢 在用的是這個妝前 這是一個韓國化妝師 他自己出的品牌 他們家我覺得底妝 做的都還蠻不錯的 我今天想要走一個 full coverage的路線 所以 來用MAC的這個 Studio Fix Fluid 喔這樣蠻恐怖的 這兩個朋友呢 一個是大家已經見過很多次的 Jensen 然後他是真的是 周星哲的die hard fan 他之前去美國的時候 還特地去聽他的 沈默瑟的演唱會 然後 他die hard到什麼程度 他昨天已經去聽了一次了 所以他買了兩張演唱會的票 另外一個是去年才認識的朋友 叫Angela 欸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粉底 我去換一下 馬上回來 改用這個貴婦粉底 我之前因為朋友 跟我說他很好用 所以我就 也跑去買了一罐 然後我一開始用的時候 有點沒有get到他的好 不知道為什麼 但後來發現 好像是我使用錯誤了 他還蠻適合乾淨的 覺得他的妝感真的是 超級滑 剛剛那個Studio Fix的話 可能對現在的我來說 有點太乾了 兩個用 Baby我用的是Hints 這個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想到韓國喔 我好想去韓國玩喔 我問你們喔 如果你們可以選的話 你們要選日本還是韓國 因為對我來說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韓國的 除非我很喜歡韓國文化 跟那邊很好逛之外 最大的部分就是吃啦 我就很喜歡 很喜歡吃韓國菜 那其實日本的話 因為大部分人去都吃什麼 Sushi嗎 或者是海產 那我是一個不吃海鮮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欸 我就覺得 日本一直都不是一個 我會非常主動排在 旅行景點前三名的一個地方 除非是有朋友 或者是你知道 一眼想要去日本之外 雖然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 我常飛日本 但真的不是因為我很喜歡日本 而是因為一眼在那裡 不過話要說回來呢 我通常跟我朋友 聊到這件事情 他們就說其實 如果要選的話 一定還是選日本 為什麼呢 因為韓國其實沒有什麼好玩的 which我覺得 某種程度來說 是的 就是韓國你說像一些體驗的東西 其實沒有日本來得多 but 我去玩 我基本上就是吃東西跟 購物而已 沒有其他的了 我現在想要說服 Ian可以 跟我去 紀州島 不過 啊 不過 要他飛一趟亞洲好像也不是這麼容易 反正各位我跟你們說嗎 我應該也沒有跟你們講 因為我前陣子才訂了機票 就是呢 我終於訂了去美國的機票 我這次會是 5月的時候 會再去一次美國 這次去美國呢 就是終於終於 久違的要幫他一起過生日啦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過週年紀念 我們今年就 滿六週年了 是不是有點恐怖 是 我六年的青春都給了一眼目 shading shading 哇 今天如果不是要去聽演唱會 我才沒有這麼勤快的 還shading 今天妝真的是 偏濃 最後今天也是用這個 化妝師他的品牌 我剛剛捲了頭髮 然後自從上次我的髮型師跟我講說 Cindia你上次那個影片裡面 捲的頭髮都是錯的 之後才發現原來 這一切都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原來我以前捲頭髮 都是捲了一個寂寞 好不管了 準備出發 我今天穿的 啊 其實去演唱會會 會穿到很漂亮嗎 我也不知道欸 我應該會遲到 oh oh no 然後看起來有點不像 今天來聽誰的歌 Eric 好厲害 Eric 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的第一部電影 在早餐裡面 旅程 phys that we don't need i see you everywhere i see you everywhere even in my dreams 我們都習慣了 love your divine love yay oh 這一杯子都不像是戀愛 每條時期的深信長結合 好愛 你能有什麼 好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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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